大家好,我是重量聯行的Marco 我們平時跟大家講了很多關於英國房地產市場的資訊 我們今天特別一點講新興市場杜拜 可能會覺得為什麼會講杜拜呢? 因為我們最近都收到很多不同的觀眾和客戶的查詢 其實Marcus最近也有很多人傳了一些杜拜的樓盤資訊給他看 為什麼JL沒有採訊過呢?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我們今天就想跟大家講 我們是有採訊的 不過之前都一直沒有跟大家講太多 因為那時候大家的焦點都是 我們一直都是放在英國那邊 其實我們早在2006年的時候 我們在杜拜已經有辦公室了 我們其實一直都有留意著當地的Marketing發展 相繼在2007、2008年也是阿布達比、沙烈阿拉比 都有我們的辦公室的 我們今天講到杜拜 有人聽到阿布達比、迪拜、UAE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都有點亂亂的 其實我們可以多說一些 其實阿聯遊就是阿拉伯聯合遊長國 其實這個UAE裡面呢 其實那裡有七個的Emerys Emerys就是遊長國的意思 有七個的Emerys一起組合而成的 阿布達比就是大哥位置 Leader來的 他們通常的President都是由阿布達比那邊去負責 一路去繼承下去 另外呢 他們叫做Prime Minister的位置 就是在德拜那邊去負責 那其實你看看 那個面積的網路阿布達比也很大 德拜好像一個國這樣 但是呢 德拜的人口呢 大概是350萬 然後阿布達比呢 大概是150萬人口接近兩倍 那究竟是 什麼令到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的人口會多於一個這麼大呢? 那阿布達比 那樣是整個面積 六萬七千多的平方公里 那德拜才只有3800多的平方公里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可能看到 那個數字寫著 阿布達比只有972平方公里 為什麼會比德拜小 1160的呢? 那其實這個就是 它城市化了的area 就是urbanized的地方 那咦? 相對來 那德拜是不是真的現代化一點呢? 是沒有錯的 那為什麼會令到他們 有一個這樣的分別呢? 那個分別呢? 就是 其實德拜一向的政策 都是比較偏向對外的開放經濟的 比起阿布達比呢 他們不是competitive 純粹是大家的姿勢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也都看到 所以呢 甚至德拜去轉向開放經濟 那當然都是不及阿布達比的GDP厲害了 那始終因為阿布達比主要 都是繼續focus在他們傳統的產業 就是一些天然的資源 一些石油啊 天然氣啊的輸出 那但是呢 因為德拜呢 早在他們發展過來的時候 都發覺阿布達比 是一個leader 他們都會去 focus在這方面的時候 他們就要去 好好向第二個方面發展 那所以也都造成了 德拜成為了整個阿拉伯地區裡面呢 就是他們都是一個叫做後石油經濟 就是由石油起家 但是呢 也都不是依賴石油去 令到他的經濟繼續去grow下去的 那這一個呢 是啦 那麼造成了德拜成為今天的一個 世界知名的一個旅遊熱點 也是一個非常之蓬勃的一個中東市場 那究竟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那其實距離我們香港也不是很遠的 8個小時的飛機已經可以去到 那但是它也都非常有利的位置 是連接東西兩邊 那其實在波斯灣的灣口 那其實這個呢 也都是造成了杜拜 成為了全球TOF 就是五大一個最繁忙的轉穩港口 所以他們的GDP有接近九成半呢 其實跟石油是沒有關係的 都是從貿易啦 一些基建啦 一些旅遊業 金融科技 去帶動他們的經濟發展 那經濟好呢 那其實crime rate 自然低一些 那所以呢 其實Dubai呢 都是現在是top ten 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來的 那他們一個這麼好的經濟啦 那除了一些這麼好的政府政策之後呢 其實呢 他們會不會說 好像其他中東國家很動盪啊 那樣 其實他們 因為是經常輸出國 那他們呢 那個貨幣呢 本身呢 都是跟美元結算 就是美元掛鉤的 因為他們經常都是用美元結算 那所以呢 那他們的貨幣就是這個Duram啦 Duram呢 就是一美元對三個六號七的Duram 那一個Duram等於多少港幣呢 那就是等於兩個一號三 那這個大概只想給大家一個認知 那之後有一個想法 如果看到一些價錢都知道 哦 原來港幣是多少 那 港幣呢 就是說 哦 其實到拜登發展得非常急速啦 那看到這個圖都看到 原來過往三十幾年呢 其實到拜有一個 科毛的山漠 一個小漁港 養珍珠的地方 發展成今天三百多萬人口的一個 世界知名的一個叫做奢華城市 就是大家都看到經常有很多 很奢華很離地的建築物啊 生活啊 那麼 看到了其實 其實在下面底下啦 Palm Jumeirah 人工島 這個是其中一個 最非常之 iconic的 杜拜的一個標誌 除了它那個建築物之外 那麼另外上面呢 就看到Downtown 有很多 2000年初 2000年初 都相對落成了很多不同的 有Burj Khalifa Burj Khalifa就是哈利法塔 全世界最高的塔 建築物 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 那麼這個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打卡的地方 是很多旅遊勝地來的 那麼旁邊呢 DIFC就是跟我們香港的IFC一樣的 那是Dubai version的IFC 那麼我們Jail的辦公室呢 都是在DIFC那邊的 那麼其實我們 嗯 見到啦 它下面呢 整個business bay的area 就是哈利法塔那裡 都是一個主要的一個CBD area 是一個商業圈金融的區 那麼下去下面呢 其實那個人工到Palm Jumeirah那邊呢 那邊呢 主要呢 發展都是以 娛樂 旅遊業 一些海灘 一些運動的度假地區 主要是以娛樂來處 那麼見到呢 其實呢 一路走下去呢 其實看到上面呢 那個機場那裡有一條河 右上角那裡 那麼Dubai Creek呢 其實打上呢 其實杜拜分了兩個地區 那麼以前呢 杜拜呢 最初呢 就是古城呢 上面呢 河上面就叫Durah Durah 就是杜拜的法制的City Center 以前叫Old City 是的 那麼去到下面呢 隨著那個現代化 一路向下面 就是發展下去呢 向南 那麼 那到下面就是Birdubai 就是我們今天現代 看到的 Downtown啊 所有的那些浮誇建築物啊 一些很出名的旅遊 熱點啊 沙灘 海灘 酒店 全部都是在下面 一路發展下去 那沿著下去了 其實這個路徑呢 這一條路 其實是一條路貫穿了整個杜拜 這個路徑呢 這個就叫Shech Zayed Road Shech Zayed Road Shech Zayed Road呢 就是好像香港的港島區的 英王道 中環的角落道 去到尖沙咀的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大陸 顧穿了整個杜拜市的 那麼 其實這個不僅在杜拜裡面 這條路也可以連接杜拜 去到旁邊的Shech Zayed Road 還有旁邊的阿布達比 那麼 所以這條路呢 是 鑑證著整個杜拜的 一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 那麼 現代化就 就是有一件事是不可以缺少的 就是一些 現代的交通工具 就是不可以騎駕駛 或者拿著一輛車子 這樣去 在這個城市裡面走來走去 那麼 所以看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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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沿著整個紅色線 就好像 倫敦的 中環那樣 就是沿著整個 Shech Zayed Road 一路向下伸延下去 那麼就看到了 就是 可能有些明眼的觀眾看到 咦 這個路徑好像有不同的數字 有不同的數字 1 2 3 4 5 是不是 好像倫敦那樣 平常我們說說 Shech Zayed Road Shech Zayed Road 那麼這個 就不是這樣分的 他們純粹都是 分開那個 就是 charge Fair Zone 但是那個樓價 或者是當地 property price 和這個數字 是先後次序沒有關係的 那麼 其實我們剛才看到 就是 Dirah 就是 Zone 5那邊 Dirah 就是剛剛在 河上面 那麼 這個就是機場 平常我們去到杜拜 就在這裡下機 然後去到 第一個 你要經過看到就是 Zone 6 這個位 就是剛才所說的 那些 DIFC 哈利法塔 就是 Burj Khalifa Dubai Mall Dubai Frame 全部都在這裡 那麼 那麼到下面 就是 我們平常看到 那個 Palm Jumeirah 那些人工島 還有 一大 一大片的 沙灘 海灘 各類型的 一些 很 high class的酒店 都在那邊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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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商業區 那邊就是有一個 在Dubai的 Internet City Dubai的 Healthcare City 都是在那邊 那邊也聚集了很多 海外過來 做事的 一些 人口 就是我們說的 Expert 都是聚居在那邊 那麼 就看到了其實 對了 就是 我們剛才所說的 以前曾經有一半的GDP 都是跟石油有關的 今時今日呢 其實呢 已經是九成半的GDP 都是 看到的這些產業 去 貢獻了給你國家的GDP 就是有貿易 也有很多不同的交通基建 零售 旅遊業 金融科技 這些全部帶動了整個 杜拜起飛 那杜拜 最出名的 大家都聽到 就是99年 落成了的一個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那這個呢 是 它號稱 就是全球唯一一個 七星級酒店 那就是 我想五星級都很高級的了 那七星級是 我也很想去住 不知道是什麼概念 但是 但是這個是非常之 一個熱門的 一個 全世界的旅遊 旅客過去都會想住一次的 這個酒店 一個非常之好的體驗 那麼 另外 中間這個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次 那個哈利法塔麥 Burj Khalifa 就是全球最高的建築物 那麼 旁邊這個 也是剛才說的 那個frame 就是旅客的打卡勝地 那麼 旁邊呢 有一個Dubai Mall 也有Dubai的水族館 Under Warsu 那麼 旁邊這個也是個機場 機場呢 Dubai的機場 都是全球 一部Top10最繁忙的機場 那麼你看到 有全球最高的酒店 全球最大的 畫框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 有什麼 有全球最高的建築物 全球最大的Mall 那麼這個Mall 那麼這個Mall 有幾大呢 其實剛剛那個Dubai Mall 就是在 Burj Khalifa旁邊 這個最高的建築物旁邊 那麼 差不多有1300萬呎 平方呎那麼大 那1300萬呎 就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 例如香港的 IFC 一期二期加上 是有200萬的平方呎 那麼這個呢 是足足有六個IFC 那麼大 那麼所以是非常之宏偉 非常之浮誇一個 shopping mall 那麼其實 我就是 我想 這件事情 都可以反映到 其實 杜拜的政府是非常之 熱衷於去刺激他們的旅遊業 那麼刺激旅遊業 還是刺激旅遊業 那麼可能大家都覺得 中東這些地方 都是一些可能比較異域的地方 就是 會不會很保守啊 可能像他們的 宗教背景 那樣 那麼對了 大家有一件事情最注目 就是 酒的這件事情 就是酒 好喝酒 酒 那時候也有說過 那怎麼吸引那些人過來呢 連酒都沒有人喝 所以 杜拜的政府也都 將這件事情 就是 平棄了他們一般的一個 不是平棄的 就是 不會用這個 這麼封閉的形式去對外 那麼他們都想去 宣傳自己在世界上 那麼所以他們 對於酒精類的飲品 的稅務上面 或者是 發牌上面 給一些場所 合法地去售賣 酒精類飲品 都開放了很多 那麼這件事情 也吸引了很多 不同的外地人士 過去旅遊 還有工作的 那麼 生活上面 有 就是他 提供了便利 那麼 在商業方面 其實 那個 杜拜市政府 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條款 一些條件 去刺激一些外資進去 那麼其實呢 在裡面 他們也設立了40個 自由貿易區 自由貿易區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自由貿易區 那麼這些自由貿易區裡面 是有特別的 一些 稅務的刺激 優惠 政策 也都有一些可能 比如 一些外資企業 去設立他們的辦公室 也都可能 給一些很長的面租期他們 去吸引他們過來 去設立他們辦公室 帶他們過來 去開發這邊的市場 那麼也都可能呢 可能有一些 比較新興的市場裡面 可能當地他們的 本土 本地政府 對於那些企業裡面的 擁有權 股權 都有一些可能 相對地的 控制 但是呢 杜拜政府 也都對於這件事 就不需要了 總之你們可以完全去 跟回你自己的那套 去運營 去營運 甚至你去請人 那個Working visa 我都不會說 可能有很多很嚴苛的條件 都是你去 很自由 很靈活地去做到 總之配合到你的 business 可以在那裡發展 就可以了 那這件事的誘因 也都吸引了 非常大量的外資 過來進駐 因為政府就是想去 吹谷那個 金融業 科技行業 那看到大家 其實都有很多 一些很熟悉的 一些 MNC都進駐 你看到 Microsoft IBM Oracle Bank Credit Suisse 瑞信 又有 八巴 BNP Parabas 遠南Soft Bank HSBC 那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些 大的企業都進去了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這件事呢 已經帶動了很多大量的人口增長 那其實 但是呢 都看到的 其實他們的人口增長呢 是 八成班 都是外地人來的 那 當然主要的族裔 都可能是亞裔的 就是印度 巴基斯坦 但是呢 西方國家來的 主要的族裔 都是以英國人為主 那去到一個 這樣經濟蓬勃的地方 那其實 咦 那些消費是不是很貴的 好像香港那樣 那其實 都相對地 都是比 現在是比 美國 相對都是便宜的 那他們 如果你說平均的 一個月的月薪 其實可能大概 5,400左右 5,400美元 那其實他們交租 可能在City Center租過 一層一房 都是講的 可能最貴的 可能1,700 我們講的太多英國的東西 就是講了一磅 1,700美元 一個月 那其實都大概 都是佔入他們的收入 兩三成 那就是 相對於香港都差很遠 那香港其實我想 如果你說 如果當一個月入中買數 去交還那個租金 其實都接近一半的收入是沒有了的 其實全世界各地都知道了 就是引來很多的注意 就是原來他們那個招聘那個活動 就是Hiring Activity 都是最新有增長 2015年以來最高 那其實這件事也是 也都是 相對地是要給一個 Credit 他們那個 很Stable的 經濟增長 穩定的經濟增長 那其實他們的GDP 都不是說 浮亂得很誇張 那其實只是可能見到 可能一兩次的下錯 都是一些世界大事 就是可能是一些 2008年的金融海嘯 還有剛剛最近我們過了的疫情 COVID 那他們可能對他們會有一點影響 那其實他們本身都是維持了一個很穩定的水平 那在一個這麼穩定的發展 叫做蓬勃的申請時代 有這麼大量的資金資源 去吹捕的經濟體系裡面 那究竟他對於我們 就是住宅市場裡面有什麼幫助呢 有什麼帶動了什麼呢 那其實 之前都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統計 就說用100萬美金可以在全球買到什麼呢 就是不同的國家 如果買一個投資在地產裡 那在香港原來100萬美金 可能買到200多呎而已 那倫敦呢 可能只有300多呎 那在杜拔呢 大概就買了1130呎 那這個就 純粹是一個比較有趣的方法去看這件事 那純粹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原來是杜拔呢 都比香港和倫敦 這些主要的大城市都便宜了 至少兩成以上的 就是那個成本 在地產裡 就是如果你買一個物業的話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都令到 就是他當年生活的水平很高啦 但是那個房 就是那個地產 買一個樓價呢 又不是特別貴的時候呢 那令到這個杜拔的市場呢 都成為了 其實最近在全世界來說 現在都算是top5 最active的一個房地產市場 那這個真是一個非常之大的driver 就是零稅政策 直到好像我們今天的topic 第一個開場法 就是免稅天堂 那是怎樣免稅的話呢 大家平時買英國樓 會關心的稅務啊 即使你去加拿大、澳洲都好 即是大家關心的稅項 基本上是完全免了的 即是完全買 capital gain tax 又不需要付 連收租的income tax 也不需要付 只需要呢 當然 你看到下面有個5%的GST 這個就是good services tax 那就是 其實有一點點的性 就像英國的VAT 那其實都是 如果用他們當地 可能一些 一些行政手續費 或者一些service的費用的時候 這個是他們一定會有的稅務 那這個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5% 其實主軸就是 我們正常投資海外 房地產市場呢 最擴張的稅務 他們基本上是免債的了 那除了免稅這件事之外 它都為了這個海外的投資者 提供了另外的一些 很特別的offer 那除了免稅之外 還有呢 還有呢 其實提供了很多靈活的活動 就是 靈活性很高的visa 是給這些投資者的 那這個visa 就相對地 沒有可能其他國家 會有這麼多 你要留在當地 要坐夠多久才可以換到這個visa 他們呢 也提供了一些很flexible的政策給他們 可以一些較短的時間 除了一些較短的時間之外 也都可以提供到很多不同的福利保障 給他們的伴侶 小朋友 家人 那其實 或者在當地生活中 請一些家務的助理啊 請司機啊 那其實這些他們都提供了很多的 不同的優惠政策 那就是因為正正 有很好的奢華生活 就是非常好的條件啊 硬件啊 都有很多不同的軟性的政策配合 那最近呢 就是2023年呢 是成為了全世界高淨值人士資產的 最吸引的一個熱點 那我們看到了 在雅聯油裡面呢 已經成為了 有超過有11萬以上的8萬富翁 還有就是這一類型的高淨值的人士呢 轉移他們的資產過來 去避險的了 那也都 東拜也都預示到了 其實接下來呢 那一種增長 人口增長率呢 除了這個的趨勢呢 其實呢 去到2040年呢 他們也都看到 會有300 從今年的360萬到達到 都會有580萬多 其實我們看到 很多這些資金進來避險的時候呢 也促進了很多市場上的交易 我們看到很多 尤其是我們買的流花 offland 交易 也開始復甦 至去年的年中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甚至乎已經去到 143 billion的記錄高的交易 我們看到 除了售貨的交易 已經有增長 按年升了12% 其實租金也帶動了很多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可可人 進去做事 也有很多不同的投資者進去了 所以租金也差不多超過28%的增長率 剛才說的高正正的事件 也帶動了另一個特殊的辦法 就是Super Prime Homes 就是一些物業價值是1000萬美金以上的 這些就是一個在杜拜裏面的最活動 在杜拜裏面 杜拜也是這一類型的交易 也都是灌絕全球 所以目前今年來都是Top 1的 這個在當地的租務市場 其實旅遊業也帶動了很多 因為很多人有時候會用這些 物業去做Airbnb 可能當地的租業都比較靈活性多 短就是按月計 可能暢徵就是一年這樣計 其實這些回報率相對地是偏高的 如果你說對於其他我們平時看 不同的市場的比較 在當地買一個物業的時候 這個大家都會經常問 有時候英國都會問 是不是Freehold的 杜拜政府對於這方面 都有好像Free Trade Zone 是不是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做到 但是為了配合海外人士過來投資 也有開始了很多不同的Freehold Areas 這些就是正正我們有避免過的Freehold 我們Jones的團隊也是避免過的地區 就是這些地區 其他一般在杜拜 可能有時候如果不是Freehold Areas 就不是Freehold 就是Listhold Listhold可能平均都是99年期的 但是當然了 既然如果真的投資 我們都會主要專注在這些Freehold Areas 那看到了 Sorry 剛才我禁了 那看到的集中的地區 都是在我剛才所說的Downtown 就是DIFC Downtown Dubai Old Town Business Bay 下面Palm Jumeirah 那邊 有看到了 這個呢 Barsha Heights那邊 JLT 大家都會經常聽到的 如果聽到的 JLT就是Jumeirah Ligged Hours 那區主要有很多不同的IT企業 那裡 就是Internet City Health Care City 這一類型是Media City 那這些呢 就是製造了很多不同的就業職位 那這些也是有很多海外過來的就業 人才都是聚居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區 那另外這個就是一個Fear Areas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 純粹給大家去有個概念 那可能 那些Fearless 可能去到七房啊 八房都有的 那這些就大概 即貴的 便宜了可能2.2個米 大概400多萬港幣 500萬港幣 去到 大概 大概2千多萬港幣 都有的 那這個之後呢 其實我們今天就不會高呼很多這些project 那但是之後可以跟我們去 team 銷售同事聯絡 那我們都可以跟你去再說多一點 那見到其實樓價升幅呢 非常之厲害 就是 是的 就是目前來講 我們都見不到有任何下跌的跡象 就是 都非常之 那個market 都是很刺激的 那見到我們 紅色的標記 就是JR標記 我們見到都是我們 遇到的地區 是一些我們highlight的 一些recommend的project 那見到其實那些Palm Jumeirah 已經升了10.4% 去到Downtown那裡升了10% 那其實這些呢 我之後呢 如果再對這些地區 有更加多的想要更加多的了解的 不同的information呢 都可以跟我們去談的 那是的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一些比較 hot popular的地區 那我們之後那些project的details 都可以隨時跟我們去聯絡 那好了 講了這麼多 其實當你買樓是怎樣的 會不會很複雜的 會不會看阿拉伯文的 那沒有那麼誇張的 那其實很簡單 跟我們平時好像在英國買樓一樣 一樣的 都是照下reservation fee 那之後呢 就提供你的住資證明 和一個visa 就是你的passport 那就做一個資金證明 AML checking 那其實呢 又沒有稅又什麼都沒有 那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要留意的 需要律師費 其實律師費都未必需要請到的 當地 不過如果你真的需要的 我們JL都可以完全去幫你找到這些support 那麼其實最重要都是最後呢 就是一個SPA的文件 那這個就是那個contract了 那這個contract呢 SPA Sells and Purchase Agreement呢 其實就是當地 到的那裏 Dubai land department 去authorize的 其中一份document 那這份document呢 當然呢 就有些行政費用 需要付回這個市政府 就是這個department 這個department 那裏面當中呢 會扣到就是有4%的 這個就是一個one-off cost 那但是呢 其實簽完這份SPA之後呢 其實呢 那個給那個reservation fee 就是預訂金 和那個first department 那個upfront payment 其實呢都是會是 是一個這個land department 的一個escrow account 就是一個第三方帳戶 就是不是他直接 他自己的bank account 那這個呢 是幫買家提供了一個保障的 那呢 其實呢 就是這麼多了 那其實就是 蓋上了就是那4% 簽的那個 他就給那個land department 那還有一個 限政費用 那這個限政費用 這個限政費用 其實都是說 Duram一萬元 就是港幣二萬元左右 那其實都是 有限錢 都是一個one-off cost 你當平時給律師費 都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那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那 那麼 非常簡單 那麼 至於呢 那貿易那方面 那什麼呢 其實 詳細呢 可以再跟我們的銷售同事 去聯絡 去談多一點 但是呢 這個有一點點概念 給大家知道了 那大概是 Duram 五百萬 以下的呢 就可以做到 那個安期成數呢 大概五至六成 那就是Duram五百萬 即港幣大概一千多萬 一千萬以下 就可以做到這個安期成數 那如果超過一千萬港幣的呢 那都是大概這個五十至六十百分比 但是之後你說可能有些 如果你說 有很多用其他方法去買的 那那些呢 其實都 我們可以再跟你去談多一點 那其實 大致上呢 都是非常簡單 非常之 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的 那 今天呢 我們就 大致上說了這麼多 那其實我們陸續都會有不同的資訊 帶給大家 那 我們下次再談 那我們 今天就在這裡說一聲 拜拜 那 歡迎跟我們同銷售同事聯絡 那再見 拜拜